2024新一輪危局來襲 評論認為中共自我醞釀危機 两名中共外宣技術名人去世 均为56岁 炒作无效 李宁安踏用新疆棉后经营不振 克里姆林宫否认谋害布里格金 抨击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拉斐尔化作接受审查后 发现特殊结果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国际风云 今天是12月22号星期五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局面进入了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最差的阶段 达到了40多年以来的低迷时期 外界发现中国市场不仅没有出现 疫情开放之后的消费增长局面 反而出现了全面的低迷 同时习近平紧握中央财权 收紧了对地方的控制 导致了多重的新隐患 在近两个月 中共召开中央金融会议 与全国经济工作会议 安邦智库解读指出 目前存在的困难包括需求不足 然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国内难以形成大循环 而外界环境不容乐观 同时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职务似乎遭到了削弱 包括会见香港特首等本应是李强主导出席的场合 习近平与其他官员也参与其中 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松兴对希望之声说 现在可以感受到一个很明显的决策 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归党的领导 过去国务院跟党的分工基本上是不存在了 目前习近平当局可能还是希望 枪杆子跟银根是由党中央一把抓 可是有一个问题 地方的财政状况比较吃紧 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可能已经接近 没钱支付必要支出的一个情况 他认为未来可能会出现 更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纠纷 12月22号 中共财政部发布年度工作会议的通稿 其中六次提到过紧日子 陈松兴指出 目前当局的策略并不足以支应 目前地方政府债务的窟窿 而地方政府可能还希望 能够再创造其他有利的财政收入 目前房地产不好 土地收入没有 外资撤走了 工厂没有了 加值税的收入也没有了 消费也减少了 方方面面看得出来 地方政府的财政依然十分的拮据 如果中央不能够有效的 来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债务的问题 地方可能还会持续的减薪裁员 减少公共服务 那么中央跟地方之间 财政上面的问题 恐怕会有更多的纠纷 在2024年可能会更明显的看出来 他们中间的一些矛盾 22日开始 五家中共国有银行宣布 今年第三次降息 然而这样的做法 对于恢复中国经济增长来说 只是杯水车薪 目前 外国投资者不断地离开中国市场 导致中国投资领域不断地失血 另外一方面 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走向 同样会在2024年制造新的变局 陈松兴指出 美国明年会有选举 他预计美联储可能在明年适当的时机 调降它的利率 以刺激美国的经济 但是从国际层面来讲 由于美国目前收紧货币政策 利率还是维持在高档的5.25到5.5之间 而中国存在的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目前的债务危机 仍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 因此在明年 中国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债务暴雷 地产开发商的债 除了人民币的本币债之外 还有很多的外币债 外币债在2425 还有很多的到期 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演示 所以我们预期 2024年中国能耐有一些地产开发商 会持续地有暴雷的现象 再加上最近好几个新托 或财务管理的大企业 也都是遭遇到暴雷 所以我想明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需要关注 可能会继续有大的开发商出事情 佛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在福克斯发文说 与中共政权合作 将使美国的巨头遭到淘汰 那些想要在中国市场发财的企业 最终后果很可能就是 肯尼迪总统的演讲中所说的 骑在老虎的背上 最终被虎吃掉 在明年全球经济增长方面 陈松兴认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 大约是2.9 要比今年的3.0 还要再低一点 最近 中东地区 鸿海地区 又有一些冲突的事情 为明年的国际经济局面 造成了不确定性 在2024年 整个通货膨胀 是不是会因为有这些地缘冲突 导致油价 导致粮食和价格 整体的通货膨胀 居高不下 目前看起来 这都是比较大的一个变数 所以我们这样讲起来 经济增长基本上不特别看好 通货膨胀看起来 存在变数并不容易压抑 所以明年全世界来讲 可能在极端的情况之下 面对的是一种停滞性通货膨胀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 柳芳里的采访报道 中共央视名人 顶尖科学家近期接连趋势 中共央视书画节目 汉墨戏运的总导演 56岁的楼建军日前在上海 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并没有具体说明病因 据澎湃新闻和浙江省书法家协会证实 楼建军在上海去世 死者家属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 陆媒报道 楼建军在2023年的1月10号 参加了书法公益活动 当时身体状况良好 并没有表现出重大疾病的迹象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楼建军或因心脏病突发猝死 但是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有网民提出 他的趋势与疫情相关的猜测 公开信息显示 楼建军是1967年出生的浙江省朱继人 是纪录片导演 书法家 也是央视书画节目的主要参与人 12月21号 中航无人机系统公司宣布 56岁的企业副总设计师 崔继多因病去世 原因并没有详细地公开 崔继多2019年加入担任副总设计师的职务 是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且持有该公司的股份 主要产品为无人机 产品九成以上提供给外国 主要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包括中共空军在内 有信息反映 俄国等国的无人机产品中 也包含中方制造的无人机设备零件 中国大陆疫情严峻 外界怀疑中共隐瞒新冠病毒情况 国际组织多次要求中共提供资讯 但是中共否认存在新的病原体 病例蔓延的情况 最近疫情迅速扩散 重症患者增加 死亡案例快速上升 也人瞩目的是 许多中共官员 科技界名人 演艺界明星 公司高管等各行各业的人士相继促死 多为中共党员或者是支持者 且年龄多没有到60岁 这一现象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公司的股价 在今年下跌了70% 而安踏公司的市值下跌了28% 两家企业的市值蒸发近250亿美元 此前一股中共媒体煽动的狂潮 曾经帮助两家企业增加了一些销售量 在外国关于新疆强制奴工的抵制风潮之下 许多欧美品牌宣布禁止使用新疆棉花 而李宁安踏这样的品牌则声称 支持新疆棉花 可能是为了与西方对迫害人权的抵制形成对比 初期 这种立场似乎在中国国内带来了一定的营销效应 在中共宣传系统的助推之下 李宁和安踏在短期之内销售额增长 然而 两家企业同时遭受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他们生产的产品面临库存积压和需求下降 华尔街日报指出 李宁公司可能高估了其支持新疆棉花的立场 能够产生的销售效应 从而导致了库存积压 显著影响了品牌的售价和声誉 报导引述消息人士的言论说 现在 李宁公司的库存量大约是月销售额的5倍 在产品滞销的情况之下 一些卖家宣布对李宁产品进行大甩卖 进一步的影响了品牌的价格 李宁对外拒绝承认其库存过高 该企业对华尔街日报称其库存健康 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前优化库存 此前 李宁的股价曾长下4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企业在12月份宣布回购价值3.84亿美元的股票 在中国社会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 消费者普遍节衣缩食 对于体育产品的消费减少 同时企业因为过度宣扬亲共的观点 失去了外国资本的青睐 导致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堪忧 12月22日 克里姆林宫指责华尔街日报 关于俄国政府谋害瓦格纳前首领普利格金的报道 此前该报道称 曾经发起叛变的普利格金 之所以在飞机失事中丧生 是因为卷入了由俄罗斯安全官员帕特鲁舍夫 精心策划的计划当中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俄国安全局为了除掉普利格金 让他的私人飞机被放置在机翼下的一枚小型炸弹击落 报道引述了没有透露姓名的西方情报官员 和一名前俄国情报官员的话说 普利格金遇到的袭击是俄国当局受益进行的 帕特鲁舍夫参与了这个计划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0号宣称 这个消息来自媒体虚构 他看过这个故事 但不会对此发表评论 佩斯科夫声称 不幸的是最近华尔街日报非常喜欢制作低俗小说 在被克里姆林宫撤职之前 普利格金是瓦格纳拥兵组织的负责人 在乌克兰协助俄军作战 他与俄国国防机构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和 最终导致了6月下旬的瓦格纳叛乱 叛乱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 这是对俄国总统普京权力控制的严重挑战 两个月之后 普利格金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 克里姆林宫此前否认 他是根据普京的命令被杀的说法 称其为是绝对的谎言 普京当局10月份表示 追击事件是飞机内引爆的手榴弹造成的 路透社指出 72岁的帕特鲁舍夫 是俄国联邦安全局前安全部门负责人 现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 被认为是普京亲密顾问中 最有影响力的强硬派之一 帕特鲁舍夫是普京1970年代 在苏联科哥伯共事时期 结识的人员之一 一项新研究表明 一幅500年历史的拉斐尔画作 部分来自另外一位艺术家之手 英国波拉德福德大学的科学团队发现 在作品《玫瑰圣母》中的 约瑟夫的脸并不是由文艺复兴大师之一的 拉斐尔所作 而是出于其他人之手 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巨头之一 生活在1483年到1520年 这位意大利人以《雅典学院》等作品而闻名 21日波拉德福德大学视觉计算和智慧系统中心主任 乌盖尔表示 他开发的算法可以正确识别真正的拉斐尔作品 准确率高达98% 此算法建立在先前的研究基础之上 在这之前 一幅名为布雷西特多的画作被发现很可能是拉斐尔的真迹 而不是19世纪的复制品 画中的人脸与拉斐尔祭坛画中的西斯廷圣母的人脸画法相同 乌盖尔说 演算法分析的细节超出了人眼的能力 这对研究古迹 名画是否是艳品的进程很有帮助 这种工具的潜力巨大 关于这项工作的同行评审论文 21日发表在《遗产科学》杂志上 乌盖尔说 他的测试引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将提供更深入的观察一幅画的一种非常快速的方法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 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察